近日,美西方反华势力执意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并抑郁在一些国际场合发起挑衅。 6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维吾尔族小伙埃克拜尔·图鲁红讲述了在纺织厂工作的日常,现身说法戳破涉疆谎言。 每天都会有8万亿的钱。 每天都会购买。我们会购买自己的货。 我们会购买自己的货。 中国人在美国有必要的工作,我们会购买自己的货。 这就是一种特性的货。我们非常败败的败。我们的败败,我们的败败败败我们的败败。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报道。我们有很多败败败的败败败。 继新疆棉花之后 新疆的光伏产业也被美西方反华势力贴上强迫劳动的标签 对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秘书长潘存祥博斥 纯属无稽之谈 目前新疆的多金规企业就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与数字化 5G技术已经应用到生产过程中 工厂中的大多数操作都是由计算机来完成 恪守商业道德种则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等问题 中国光伏产业并不单单为某一国市场服务 而是为全球市场服务 如果要对新疆光伏产业进行灭绝 恐怕要问问中国的光伏产业和全世界的光伏市场是否答应 近年来 新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到内地企业务工就业 有外媒称这是强行的 受到监视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热和满江达武提表示 就业是解决贫困最有效的途径 到内地工作的少数民族民众完全是自愿来追求更好生活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 引导什么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岗位 需求这方面的信息 这些人员就到那去报道 我可以干这个 我去搞那个鞋帽的或者电子组装的 我愿意到哪 到哪 谈来弄 回来了以后 房子那情况变了 精神状态变了 这样子你带我 我带你的这种情况 确实是作用很好 在这个脱贫攻坚这些方面 已经确实是挣了钱 学了技术 学了心理的文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向表示 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 让新疆各族群众获得了稳定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内地转移就业的新疆籍劳动者 人均年收入约4万元 那么与当地城镇常住居民 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 那么在江内转移就业的劳动者 人均年收入大约是3万元 那么这也远高于原来在家务农的收入 但美西方一些人却打着人权的旗号 为以炒作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 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 剥夺新疆各族群众合法的劳动权利 使各族群众处于贫困 封闭 落后之中 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之举 必将落得破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